刚才我看到一个细节 特别让我有感触 我觉得就能解释 你们现在这种状态 你看到他哭了 你其实刚才找了半天纸 是吧 然后又在肯定在想 这距离有点远 是吧 比上次你独自走 那距离还远 你想走过去 这场合我能不能走过去 后来你还是走过去了 别哭了 要给他擦 他的反应是什么 拒绝 然后他又推你一把 你就回来了 对吗 就反映了 其实这就是你们相处之间的 现在的模式和问题所在 你已经失去了对他的耐心 情侣也好 夫妻也好 如果能走长久的话 耐心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对方是撒娇啊 还是考验啊 还是小的问题出现了 你有没有耐心去温柔地对待 如果说没有了 其实你对他的爱 就一点一点才退去了 当然我们知道 初恋的男女都是非常有激情 对不对 那会儿绝对有耐心 你迟到了没问题 你做错了 那是我的错 都可以做到 但为什么慢慢后来就没有了呢 一点点的问题 立马一点会儿就着 就是因为你的心呢 要不分得太多了 一会儿前女友 一会儿又打游戏的太多了 能不能收一收心 我老婆愿意吃水果 除了他们都知道 特别多的水果 我们出差我要去给他买 每到一个地儿 我们必须要去知道 哪有超市哪去买水果 我必须爱着性子啊 这就是对他的爱啊 但凡你由心而发的耐心 就体现了你的爱 所有的话 会到一个根本 如果你对这个女人有耐心 你们可以走得很远 一旦没有了 前途颇错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来 严老师 我觉得特别莫名其妙啊 女生 就是人家追你的时候 你还挺那个什么的 你不就是为了我留下来的吗 你陪我不应该吗 等你一旦确定了说 这个人好像对我也不错 我跟他在一起吧 立马就自我沦陷 是早饭也不会吃了 下雨也怕了 你说你不会游泳 你怕那个深水 下雨那水 您都怕呀 听着我都觉得可笑 一旦跟这个男人 决定跟他真的在一起之后 就不要自我了 我跟你讲 任何一段情感 我们任何一个人 无论男生 女生 一定无论多么地有热情 无论多么地炙热 始终保有自我 你的自我哪去了 如果你连自我都没有了 别人怎么爱你 如果你连自己爱自己的能力 都没有了 谁还会爱你呢 你看你飘飘亮亮的 年纪轻轻的 按理来说 这男生往这儿一站吧 他外形也配不上你 对不起啊 所以我奉劝你的是 无论你怎样认可一段情感 保有自我 千万不要迷失自己 而男生你也特别奇怪 老管他叫 这小姑娘什么的 自己就不能独立吗 你所有的 所有跟他沟通的方式 所有和他相处的方式 在现场表现出来 都是趾高强 你有什么好骄傲的呀 有个漂亮女朋友 天天黏着你 你特骄傲吗 我跟你说 等他哪天缓过神来 发现 我这干嘛呢 我干嘛 跟着一对我也不太好的男的 每天还训着我 我找个真疼我的不行吗 所以你也别得意 等他长大了 醒过来了 你的位置就不保了 你也好好想想自己 究竟怎么去做一个男朋友 好 谢谢严老师 来 图老师 其实你们两个问题 很简单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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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